头条焦点首先来看到的是在复兴节的当天高雄小岗发生 劳工跟老板最近最夯的问候语就是我没有48K 因为行政院长赖兴德说了台湾平均薪资48000 没有就要跟老板说你给的薪水太低了 但是调查过后呢民进党无论是从党部员工到立委助理都是30几K 不到平均值但有人敢跟老板来讨吗 很多人就想问了不知道蔡总统跟赖奎有没有帮小党工来加薪 参加电影趴跟年轻人一起嗨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因为日前跟两名网红来拍照照片在网络疯传 其中一名弟兄辣妹是小有名气的辣魔 现在却传出了他也在网红雪碧仲介的新加坡花场工作名单中 刚出道时他拍的罗漏血争也全都被翻了出来 台南永康出现了随机砍车事件一名男子 他开车逆向在路口拦车拿出了两把的开山刀随机乱砍 一共有三部车辆受害 其中一台车连挡风玻璃都被砍到裂开了 而持刀男子他汽车逃逸 一个多小时之后就被警方逮捕了 他说是因为家事心烦才会想砍车来发泄 最新的现场画面来看到 国防部又爆发了军品采购弊案 北检8号是指挥了社交处来搜索202兵工厂 以及四家合作厂商等20个地方 怀疑有军职人员验收放水并服报价格 包庇厂商等嫌疑 晚间是陆讯移送北检来复讯详情 连线记者李竸 好 再来看到历经了三年 先阿帕契的种子教官老乃成 他再飞青天 曾在2015年因为艺人李竟荣 阿帕契打卡事件 他事业毁于一旦 还与妻子离婚 担任导游月收入不到1万元 如今他加入了临天航空 二度结婚 希望能重新出发 接着来看到老乃成所驾驶的 是号称空中劳斯莱斯 售价超过3亿元的AW-169直升机 他具备了优异的稳定性 还有飞行速度 未来将担当离岛救护的运输先锋 因为还拥有可以改装的超大内装 也吸引了不少富豪抢购 当作私人的客机 先从特马英九 是陪同的国民党台南参选人 来到夜市扫街拜票 坐下来大谈小吃的时候 还跟记者说了 你们不要拍我吃东西的样子 回去会被老婆骂 父亲节这一天 国民党高雄社长参选人韩国瑜 他是首度用脸书直播的方式 帮民众向父亲来传奇 听到了一些感性的话语 也让韩国瑜忍不住 感动落下了男儿泪 南韩电影《与神同行2》的演员 是来到台湾宣传 包括了何振宇 朱志勋 马东时等人 主要演员全都到齐 直到8号下午 他们还不忘举行粉丝会 跟台湾的影迷近距离接触 才结束行程搭机返回韩国 而片中的一大焦点 就是大叔马东时 因为他演出了时速列车走红 有消息透露 他接下来还要往好莱坞来发展 防众业者也搭上了电影的热门话题 拍摄了哭嗦影片 吸引了百万网友